Hello 大家好,我是Maiowa 又來到星期二了 今天這條影片的主題就是想說 一隻唇膏的系列 大家有沒有看《燃禧攻略》 有沒有看《威英羅》 雖然已經結束了很久了 但是這個唇膏跟這個《燃禧攻略》有關係 因為《威英羅》他們用的顏色就是這個牌子 Gerlan 就是嬌蘭新出的唇膏 就叫做寶石唇膏的這個系列 這個唇膏的特別之處就是 你會看到它這個唇膏套 這個唇膏套是165元 接著唇膏是分開買的 260元 即是加上是425元 那這個套有什麼特別呢 除了它的包裝很luxury之外 你打開唇膏的時候 它還會 鏡子會自動彈出來的 是不是很luxury的感覺 為什麼我會推薦這個產品給大家呢 這個包裝已經非常luxury華麗的感覺 我覺得在包裝上已經吸精了 收到禮物打開的時候 已經覺得嗚嗚嗚 第二就是我覺得這個唇膏的質感 是給我一個驚喜 因為我自己未用這個唇膏之前 我上網看到這個包裝出的時候 我本身會以為它是比較傳統的 士丹唇膏 很實色 很pigmented 很厚的感覺 但我試完之後 我發現原來它們全部都是非常 像是很sheer 很薄 很透的感覺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給我一個驚喜 它這次新出了就是有這幾個顏色的殼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光看到這個殼 你已經覺得很頭痛的 不知道送給人 或者自己用什麼顏色的話 不要緊 等我幫你選擇 等我告訴你我覺得什麼顏色是適合什麼人用 好 去片 首先第一個想說的就是 女朋友 叮叮 如果你送給女朋友的話 我就會推薦這兩種顏色 這個是一個白色和一個紫色 它不同的顏色有不同類型的紋 這個就有一點像一個壓出來的蛇紋的感覺 這個紫色是有一個shiny finish的 如果你女朋友是25歲以下的可以送這個白色 如果25歲以下的可以送這個有韻味的紫色 顏色方面其實有兩個顏色我自己很喜歡 一個是5號色 一個是61號色 我試給大家看 哇 這個顏色是我最喜歡的 大家看到嗎 還有我塗了兩次的 你會看到你不會覺得我塗了很厚的唇膏的感覺 剛才那個是5號色 接著要說的就是61號色 其實我想說這隻顏色 我試過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雖然它好像很shockingpink 但因為它很薄的關係 所以是好看的 看到嗎?大家看到嗎? 這種shockingpink不是buffy那種粉紅色 這種是真的可以出街 所以送給女朋友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接下來就是送給朋友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一些 背著很漂亮的手袋的朋友 你想想這個顏色的套在一個飯局裡面 在一個手袋裡面這樣抽出來 你幻想一下這個動作 是多麼吸引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送這個綠色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 裡面是一個啡色的Tone來的 這個就是1號色 是不是很有感覺? 這個是1號色 如果是送給媽媽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鱷魚皮的啡色就很適合了 因為這個顏色是非常classy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在裡面要配一個唇膏給媽媽的話 我就覺得一定要是什麼顏色? 你猜一下 就是紅色了 這個呢 是44號色 你猜想一下 你幻想一下 你媽媽塗了橙紅色的感覺 是不是立刻好像先白了 而且立刻說話好像有說服力了 你覺得嗎? 說話好像斯文了一樣 好,然後呢 如果要送給老婆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選擇這個紅色 這個就有牛皮的感覺 送給它的唇膏顏色就不用太嚴重的顏色 所以我就會選這個40號色 它也是一個mat tone來的 你會選擇這個顏色 你會選擇這個顏色 你的嘴唇立刻好像年輕了10年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送給老婆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然後最後一個要說的就是送給同事 那我就會選擇這個藍色 這個亮的鱷魚皮的感覺的藍色 我覺得你送給它的顏色 裡面的顏色可以是75號色 75號色是什麼顏色? 知道嗎? 是紫色來的 讓我給大家看看 它是紫色得來帶點青春 因為很多紫色的唇膏 塗完之後 那個唇膏會很惡和很老的感覺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 有一種很UFO 青春感覺的一種紫色 我覺得這個紫色很棒 所以Yeah, it's a good combination 這個唇膏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如果你們想試一下 你們可以下舖試一下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外殼 還有唇膏的顏色選擇 為什麼我今天講這條影片 就是因為這個唇膏的質地 真的很驚訝到我的 它的質感真的很薄很自然 比起一般的紫蘭唇膏 它的質感很薄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想推介給大家 而且尤其是我這些 嘴唇很乾的人 用到厚的唇膏是很辛苦 很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它這個Matte的感覺是很薄 但你不會覺得自己的嘴唇 好像塗了唇膏的感覺 像我現在的嘴唇一樣 我現在塗的這個Matte Tone 其實塗了是非常薄 也不會覺得我的嘴唇好像拿著拿著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質感是很值得推介給大家 雖然它的價錢是有點貴的 但是這個選擇我覺得是很值得拿出街 也很適合平時出街混合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機會 都可以試試玩一下這個寶石唇膏 OK 大家如果試過這個唇膏的話 或者有不同的唇膏想我review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研究一下去店舖試一下 我真的會試的 而且我真的會試完很多不同的顏色 我試完之後再分享給大家 OK 大家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要開個鈴鐺 那我們下條影片準時星期二、星期四的九點鐘見 拜拜 所以呢? 這一支 哎呀 流娘 你看好嗎? 你看好嗎? 我們不然給大家聽說 我們可以看好嗎? 那你看好嗎? 我們不能看好嗎? 我們在一起看好嗎? 你看好嗎? Mine